走出了相远的正房,陈兰智觉得心中五味杂陈,跨过门槛的时候,都因为心不在焉而被绊了一下。 就在他微微愣神的时候,逗然间眼前闪过一道白光,紧跟着是一声炸雷,不单是他,跟着的红罗云尔全都被唬了一跳,只舒然间,逗大的雨点就从天空中砸落了下来。 春雨贵如油,总算是下雨了。 云尔嘟囔了一句。 一转身,看见陈兰就在身后,又低声说道,这场雨一下呀,张床头,那儿该笑了,看这架势,谁应该是一场透雨,只是刚刚那雷太吓人了。 话音刚落,眼间又是一道白光,云尔一个哆嗦,松开帘子,双手一下子捂住了耳朵。 果然,下一刻又是一声隆隆的炸雷。 陈兰忙转身到西屋门口,打起帘子,见床上的朱氏并没有什么反应,反倒是郑妈妈一经急步朝这边走过来,她忙让开。 不碍事,老太太多少年大风大雨都瞧过,这点的惊雷咒语算什么? 郑妈妈雨带双关的说了一句。 这雨啊,一时半会儿恐怕停不下来,三小姐不如今天晚上就歇在这儿吧,东烧尖里头还有一张床,收拾收拾就好了。 陈兰也无意在这大雷下雨的时候,大老远地回到锦绣阁,略一思寸就答应了。 丫头们很快就送来了全新的锦被断入。 因北国的习俗是每年十月初一烧炕到三月初一止,如今屋子里已经不再烧炕了,火盆也不再使用。 可是夜晚的天气依然有些冷,少不得又有人灌了汤婆子来暖被。 等到重新上了床,她却吩咐红罗拿着靠枕替自己垫着,丝毫没有躺下的打算。 刚刚过来的时候,她是忧心忡忡的,可看到朱氏竟然比什么时候都冷静,甚至还吩咐明日去接苏婉儿过来,她却没有办法如实中复。 如今的朱氏能撑住,不代表这事情就真正有了个结果。 到了有结果的时候,她和陈妍姐弟两个也就说是最危险的时刻了,她必须做最坏的打算。 老太太若是去了,何家守孝,到时候陈英一时半会儿反而不能过来相逼。 怕只怕老太太一个不好,并在床上,那到时候…… 小姐,还不睡吗? 因是在老太太屋子里,云儿又被打发回去送信了,红罗自是留着上夜。 此刻,见陈兰靠在那沉思的样子,她禁不住走上前去。 仔细地掩好被子,这才轻声说道:"外界儿还有人,您好歹躺下,就算咪等做个样子也成啊。 陈兰越过红罗,往外看了一眼,尽管那门帘纹丝不动,但她心里明白,当即一眼点头躺下。 可是,见红罗回转身,要往地上的被子里钻,她突然心中一动,出声叫道:"横竖,我晚上一个人也睡不着,你上来,咱们一块儿躺着说说话。 红罗原是有几分犹豫,可外头又是大雷又是下雨的,取东西厢房取东西又是不便,她这被褥都只是薄薄一层,这下半夜多半会冷得睡不着觉。 因而见陈兰又冲自己点头,她并轻咬嘴唇,顺从地上了床去。 我听说,你在府里认过一位干娘。 红罗没有料到陈兰会问到这件事。 啊,是,我那会儿刚刚进府,因为从外头进来的小丫头全都认干娘,所以我也随着规矩认了一个。 干娘以前是照料园子的花木的,运河管事的妈妈合不来,之后就被派的闲拆。 既然是伺候花木,这样,老太太之前赏的那盆真品兰草正好没人来示弄,到时候就把你干娘调过来吧。 陈兰不等红罗推辞,亦或是道谢,便沉生说道,云儿虽说能说会道,可毕竟是个丫头,往府外走多有不便。 我这些天得让人往外头奔走,若是你干娘可靠,这事我就交给她,若是不能,只当是替你解了后顾之忧。 这话说得坦荡诚恳,洪罗心中不禁一热。 小姐放心,干娘人是最正派的,否则从前我还是个小丫头那会儿,她也不会从我的一分一离的月钱里扣。 她是膝下美儿美女的寡妇,别的亲戚早就疏远她了。 她为了防止瓜田里下的闲话,从不与人啰嗦,向来是独来独往的。 好,那就这么定了,明日我就对三婶去说一声,把人要过来。 这边的主仆两个,疏然之间就异定了一件事,而那边的忠室一样翻来覆却睡不着。 你说,这事情若是上大天听,皇上会怎么办? 这些事情是极受麻烦,可皇上盛名,又怎么不会细细思量背后的隐情呢? 我想多半会压下不问,等过几日把东昌侯那边的事料理干净了,再问这个,案里不会声张。 哎,皇上就算想压下来,也得别人愿意才行啊。 只盼着,晋王殿下不要施爱于皇上,也不要一味地责怪惠恒和那个平夫人。 除雀周王,晋王虽是最年长的,再万名声又好,可终究是占了士大夫的御妇之旗,我就怕他…… 郑妈妈心中一跳,老太太,别想那么多,晋王殿下又不是三岁的孩子,哪有那么不明智啊? 有些事情做了,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? 朱氏的心中仍然是没底儿,可是思来想去,他觉得郑妈妈说的毕竟是深有道理的,便微微焊了焊手,随即合上了眼睛。 啪! 眼前跪着的平夫人脸上露出了一个鲜红的巴掌印,静王冷哼了一声,随即二话不说,腐朽而去。 尽管身后传来一声又一声的求饶叫唤,但他仍是脚下不停,一出大门,哗哗的雨声便迎面而来。 一个小内侍,慌忙拿了缩衣斗笠给他穿戴好,另一个慌忙打着雨伞过来,他却不耐烦地将雨伞重重一推,也不穿什么木鸡,就这么静直地往雨地里走去。 看到这副情景,几个服饰的都吓了一跳,慌忙追了上去。 夜里风大雨大,尽管缩衣斗笠,一应俱全,可是到了外书房致远斋,静王的身上仍然是湿了个头。 静王心中暴躁,一股脑地把所有的人赶出屋子,坐在书桌前,呼吸渐渐越来越粗重。 但从小开始,从母亲淑妃到宫女太监,每个人都告诉她,她是真正意义上的皇长子,因为那个占据皇长子名分的人天生是个傻子。 因而,她从小就在所有的事情上努力做到最好,她一直觉得,哪怕父皇不曾策立储君,自己也是最有可能的那个人。 结果,一连串的事情发生,最后自己身边的人更是捅破了天,尽管王妃身边的真龙已经有了身孕,可是一个卑微的丫头怎么能补得上这捅破天的石油呢? 殿下,殿下,门外的敲门声一下子惊醒了晋王,他猛的一拳雷在桌子上,就不能让本王静一会儿吗? 殿下,是微臣邓忠。 听说是王府的点部邓忠,晋王那铁青的脸色方才渐渐好喘,可是当邓忠进来拜见之后,又长一说出一番话来,他顿时是又惊又怒。 当中,本王静你是宋阁老的门声,你怎敢如此说话? 殿下,先是杨宁侯陈九被夺绝,紧跟着是东昌侯夺绝悔卷,又是身世广宁博,如今王妃的事又试涉韩国宫,这势头你没瞧出来吗? 殿下,素来受到文官之中的景仰甚深,如今这个节骨眼,当断则断,万不可一时心软,毁了您的将来啊。 如今已到了三月,天气自然是日渐转暖,街头上各自轿车的车围子也聪明的换成了夹的。 苏仪到了京城之后,少不得要去外城的各省会会馆,会文会友。 因而苏家也不得不养上这么一辆罗车。 从会市前半个月开始,苏家便开始闭门谢客了,寥寥几个下人连走路都是放清了声音,更不用提说话了。 如今苏仪下场进了贡院,苏婉儿又不想在祖母陈慎面前听到那些刻薄的言语,索性一门心思在后照房做针线。 小姐小姐,听说皇后千秋节那天,文武百官告命夫人们都去了宫中朝贺,皇后召见了杨宁侯府的两位小姐,还有其他侯府的小姐,还赏了他们好些东西呢。 只是如今,东昌侯府据说是不成了,也不知道那三位是不是都能做成王妃。 王妃?苏婉儿一愣,险些吃了插在旁边的袖针刺破了手,随即方才故作无视的堂塞道,这都是那些大人们的事情,你管这些做什么呀? 什么管这些做什么呀?听刘婆子在那儿说,这次铁板钉钉是要给三位皇子选妃呢。 见苏婉儿一下子抬起头来,双耳连忙添油加速。 这条街上住着好几个穷官,家家都顾不起仆人,所以刘婆子这几天就走熟了,她说其实选妃原本不拘门的。 好了,别说了。 苏婉儿终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一口喝止了滔滔不绝的双耳。 这些话,不许乱说,被祖母听到,又是一顿责罚。 她正按捺着那个懵动的心思教训丫头,外尖传来一声重重的咳嗽,她连忙把双耳拉到身边。 可是无妈妈吗? 老太太请小姐梳洗打扮,杨宁侯府拆了两位妈妈过来。 那两位妈妈是奉命问候咱们家大少爷的,又给老太太烧了好些东西,说是侯府老太太颇为想念小姐,要接小姐过去侯府小住。 苏婉儿闻言顿时面露喜色,慌忙答应了。 等到无妈妈走开,双耳一溜烟地跑到床架底下的抽屉里摸索了一会儿,从里头抱出个小匣子。 小姐,又是去侯府,可得好好打扮打扮,就算咱们老太太说的,大户人家结亲,全看嫁妆,可是那位老太太摆明了,就是很喜欢小姐。 要是真嫁入侯府,小姐奉承得好,将来日子肯定不会不好过的。 双耳这话虽是粗俗,可是苏婉儿上次即便是被陈氏狠狠敲打了一顿,心里又何尝不是这么认为的呢? 别说这些没用的,收拾些粗蛋的就是了,这些东西你还是交给娘收好,免得以后回来就找不见了。 自家小姐这么说了,双耳虽是样样的,可还是重重地点了点头。 为苏婉儿穿戴整齐,双耳就把匣子放回了原来的地方。 两个人出去,小半个时辰之后回来的时候,他们的神情全都是掩不住的狂喜。 双耳迫不及待地解开手中的包袱,拿出里头的一套衣裙,仔细地看了好一会儿。 小姐小姐,真不会是侯府,预备的衣衫就是这样华丽,你看这衣袖都是滚了金边的。 哪怕是双耳不说,苏婉儿的眼睛也不花,自然能够看得出这一套行头有多贵重。 更不用说,一并送来的几件首饰全都是适样心领别致,不是点缀便是欠宝的,比母亲留下的那些旧首饰要贵重得多。 在双耳的服饰下,他强奈欢喜换了这一身,便立刻吩咐把之前那个匣子送将出去,又打点了随身携带的东西,等到全部预备停荡,他再次带着双耳出了大门。 杨宁侯府锦绣阁 从清早开始,大大小小的丫头们就开始忙着打扫收拾起来。 尽管这院子仍和从前一样偏僻,但是那种主人的地位却是不同的,坐下人的也体会到了那种被人巴结的滋味。 从前听说锦绣阁伺候,家里有能耐的无不是钻迎着换差事,没能耐的除了长须短叹,就是趁机偷懒,可是谁能知道二十年河东,二十年河西,掌房无依无告的三小姐,竟然会突然成了老太太面前最得宠的。 哎,你可知道,昨天晚上,老太太还把咱们小姐叫了去呢,一股脑子上了好些东西。 这有什么,皇后娘娘都赐下过东西,和好老太太,虽说咱们不知道什么,可是皇宫里头的东西还能差得了吗? 咱们小姐人缘好,脾气也好,以前那些瞎了狗眼的看人低,如今后悔都来不及。 不说别的,上头的姐姐们指使咱们抛头做事,也都是一个一个和善善的。 可不是吗?若不是因为这个理儿,老太太今天派人把苏家表小姐接过来,也不会放置在这里呀。 这会儿,正在院子里撒扫的两个小丫头,便是一边干活,一边交头结儿。 别一天晚上闲磕牙了。 云儿突然走了过来,两个人慌忙站起身,垂手叫了声姐姐。 恶狠狠地瞪了两个人一眼,云儿这才快步地向正屋走去。 进了正厅明间,见除了瑞雪在抹桌子就没有旁人了,她就静止进了东暖阁。 果然见到陈兰在书桌前看书,连忙快步上闲,到了那圈椅旁边才去席行李。 小姐,您前时让我去打听的消息,如今总算打听出来了。 说是,五小姐回来之前,三老爷就和罗姨娘吵了一架。 据喜鹊说,三老爷说是晋王策锋刺飞,那么就把五小姐送过去。 但是罗姨娘最初不肯,后来又闹了两回,三老爷就住进了衙门里,五小姐自那时起就进了族,很少出屋子。 果然如此啊! 原来诸事最忌惮的一条,就是三房因此连上了晋王府。 倘若如此看来,之前晋王府的事情断然不是陈兰的手笔,毁了晋王的名声,陈兮就算成了次妃,又有什么好处呢? 想到左侍得了晋王府赤变之后,老太太先是勃然变色,然后又命人把苏婉儿接到家中小众。 陈兰心中有了猜测,就算朱氏真的喜欢苏婉儿,在陈兮已经明白表示两个孩子已经结识定下婚事的情况下,总不能勉强。 既如此,朱氏把主意打到苏婉儿的身上,便是另有目的。 兰儿,到时候你和她住在一块儿,不妨聊些规众的悄悄话。 那些制造局的贡金,好的料子,还有御用间出来的首饰,不妨多在她面前摆一摆。 虽说苏婉儿不讨人喜欢,可若是她一味地帮着老太太算起人家,这算不算为虎作娼呢? 想着想着,陈兰突然站起身,在书架上拿起一个木匣子,打开里头的盖子取出那个锦袋,摩擦着那个精美的落花流水锦,她轻轻地按在了胸口上。 那儿,挂着皇后所赐的那一块玉壶,她正思量着呢,身后突然传来云儿喳喳喳呼呼的声音。 对了,小姐,听喜鹊说,皇后之前赐给五小姐的那一对绞丝金镯子和几个金刻子,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。 他们几个丫头还在背地里议论过,原以为能得着几丫来自御用间的好东西呢。 听闻此言,陈兰不禁心中一脸,这么说来,竟然只有自己多了一只玉虎吗?